左前大掃黑 僅抓387人 5名統促黨成員被逮 手槍 長槍 子彈一整排 外加武士刀 西瓜刀 球棒零棒 收到的傢伙警方擺好擺滿 展示掃黑成果 進行了 兩波這一個 所謂掃黑就是 查辦組織犯罪案件的專案 馬上先移就到了 那我們還可以繼續進行 警方說 為了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全國大掃黑是必須 不管是幫派堂口 地下錢莊 暴力討債 聚眾之士 統統要抓起來 這次先抓387個黑幫分子 其中5個是統促黨成員 管你是誰 只要違法犯罪 統統抓走 突發中心 台北報導